欢迎回来宝贝们一块来看一看 李皮二 哦猪八姐跟孙悟空的事情 今年呀小八戒是八岁 小悟空是十四岁 当俩人的年龄之和是四十岁的时候 应该是几年之后的事了 好的仍然是老样子 屏幕前聪明的同学们 先教给大家来尝试一下 下面呀你跟乐老师来看看 你的思路跟我的是否一致 快快暂停视频件吧 怎么样做完了没有 OK 下面来听一听我的思路 来审听要点年龄问题对不对 思路分析注意了 这道小题我得来看看啊 当俩人年龄之和是四十岁的时候应该是几年之后的事情对吗 老师一直所说这个年龄差是不变的但是年龄和怎么样肯定会发生变化的没错吧 好思路分析请你记住年龄问题当中的第二大关键点 每个人过一年长一岁 那乐老想问问我这儿啊来个括号写了个美人对吧 那万一要是俩人过一年一共就要长几岁啊 对的那就两岁了听明白 好的所以数学非常的严谨 希望大家呢自己在总结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地方好不好 好了那我们准备了啊 哎我知道今年小悟空小八戒的岁数 咱不妨先来算一算今年的年龄和好不好 嗯那今年的年龄和是多少啊 哦好吧先算算看 八加十四应该是二十二岁没错吧 好的那我们来看看 那个时候俩人的这岁数是四十岁 我们会发现如果年龄和变大了 说明应该是几年前的事情还是几年后的事情呀 对的年龄和要是增大的话 那么应该是几年之后的事情了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过一年都要长一岁 你长我也得长 没错吧 好的 那么宝贝们乐老再问 你说这年龄的和如果变小的话 是几年前还是几年后呀 对的 那就应该是几年之前的事了 对吧 所以呀我们一会还会遇到稍复杂的问题 希望我们同学们 哎 头脑要非常的清楚 好不好 嗯那我们准备了啊 哎呀 接下来有同学说老师赶紧去做个减法呗 今年的年龄和是二十二岁 而几年之后了人家是四十岁了 所以赶紧用四十怎么样减掉二十二对吧 哎 有的宝贝坐到这儿 包括面兽班很多小朋友 乐老师我坐完了 赶紧让老师去看 那就意味着你已经要交卷了对吗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请问 哎 这个十八是我们要求的东西吗 哦 不是 人家想让我求什么 应该是几年之后的事情 对不对 我们很清楚 现在是两个人 你长 我也长 在这些年当中 你长 我也长 我们一共增加了十八岁 没错吧 那接下来 我要想算一算这个年头数的话 应该再用十八怎么样 对呀 两个人嘛 所以十八除以二 没错吧 哎 这个地方我们小朋友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请看这里 注意了 首先先搞清楚 年龄和增加是几年之后的事情 到底是几年之后呢 请注意 人数是几个 对吗 万一要是三个人一共长了这么多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除以三了 对吧 所以呀 这道小题特别容易出错 希望我们小朋友也在你的讲义上将这个地方打上一个五角心 好吗 好的 那这样的小题呀 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吧 OK 接下来呢 跟着乐老师共同的来看一看 石老师点击 请注意 若年龄和增加了 则是几年后的事情 若年龄和减少了 那么就是几年之前的事情了 在这儿啊 有个关系是 希望你要牢记 乐老师来总结一下 年头数等于年龄和的变化 当然有可能是增加 也有可能是减少 除以什么 除以人数 这个地方你要看清楚 OK 本题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吧